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他这个工程师现在才过去占邮警 这个家伙一开始电厂的速度比较快 他这个桥头没有卡围墙也没有出地方 刚刚对方来了个偷啊 还好他这个基地在收起来 好像是这个绿色在偷的 我们赶快来帮他放个地宝 然后我们中国里面是造了一些牛舌 造牛舌主要是一个发展 像这个偷的话呢 泰国其实不太好走 除非你那个偷啊能偷到 这个家伙这个中共呢又被摸走了 我们只能呢放个地宝帮他手下 现在不行了 必须呢要造坦克的 牛舌呢已经有五个差不多了 主要是他这个 你看这个发展 刚刚中共被偷 他现在好像呢就一个牛舌 而对方这个绿色位过呢 已经有坦克了 看到这个弹的射也有坦克了 他们这个坦克一冲过来的话 感觉呢不太好顶了 注意看 我这个队友呢好像比较生气啊 这个绿色呢一样再上来偷他 他就全部上去整他 结果呢两个坦克裹屁了 然后对方这个绿色过来了三个坦克 我们手上查地宝 好 直接跟他点杀 好 继续点 好 这一波都是守住啊 目前呢我们坦克就两个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再往这个后面造个矿场 这个后面呢也有矿部哈 但是那个后排呢有一些那个驱逐阶 有四个那个中立单位啊 这个驱逐阶呢要把他整掉哈 不然他一会他会打我那个颜色啊 我们先放个地方扛伤害 前方呢假如说对方那个卫国就是过来进攻的话 我们就要瞬间回去防守啊 好 先把坦克往后面修一下 再放个地堡 然后这几个小飞虫 我们继续把这三个区间整的就行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造那个高科技哈 像这个解一三国呢 到了后期啊肯定要把那个病名啊 加上重工呢给偷新哈 这个肩膀带花的飞虫兵和坦克打起架来了才不太帅气哈 好 我们继续造电厂 手上呢这个超市朋友已经造了一半哈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旁边呢就是我那个对角哈 这个单呢看到没有 这个做到实验室啊复制中心 这个东西呢倒是造的蛮帅气很漂亮的 只不过要注意看啊 他把钱呢全部花在建造上面出来发展对吧 这个坦克数量有点少 他这个坦克数量一少 待会我们这个小飞虫一沉过去 他是不是就扛不住的好 我们先把这个超市空造好 这里呢就有细节了注意看 我们准备造围墙 这个超市空呢是那个基地啊 背靠背的 然后围墙一造是不是就可以保护哈 好 把它呢你看是不是堵住了 我们继续造围墙哈 再造围墙呢把那个高科技也把它围起来 省得了一分眼 对方呢会过来看我 然后注意看我这个队友 我这个队友啊终于呢 堵了一个泥物车 爬这个后方资源还是挺多的 一个泥物车呢肯定不得行哈 现在就差不多了 你看我们这个小飞虫数量已经非常多了 这个蛋盖上呢才五个 每这五个坦克 爬在这里造泥物车 我们直接坦克过去 然后这里有一个配合哈 我们有它组合拳 直升机里面是带了那个间谍的 直接过来 把这个队友一摸 接下来呢 我们的小飞虫就结盘到花了 好 打掉队友 这个蛋盖是把基地跑了 这个蛋盖是呢 我们先不要呢 彻底把它干掉哈 因为我们还要把这个兵一样偷身心哈 反正呢 他这个已经没坦克了 我们待会冲过去把它基地干掉就行了哈 先不着急 把坦克呢 拉回来啊 修一下 这个队友倒是 打得比较勇猛哈 想直接的把这个蛋盖是带走 只不过呢 你看这个绿色的过来保护他了 三个小放野 这个绿色的原来是个法国哈 但是呢 这个绿色家里面 其实也不知道坦克哈 我们先着急 把残血坦克拿出来 修一修 好 剩下的坦克 准备出门 这个蛋盖是在上面呢 造了个兵营哈 我们就准备过去 连打带偷 把这个兵营啊 也把它偷成尽心哈 好 直接拐到里面 然后直升机过来 把这个队友蓝色 还造了个超时空 但是你看 没什么坦克 对不对 这个蛋蓝色 把兵营卖掉了 这个没有关系啊 我们过去 战蓝色的兵营就行了 好 把这个蛋蓝色的建筑一裁 然后这个蛋蓝色被带走之后 他说了一句 他说他喝醉了 看来喝了点酒呢 还是要好好休息 像我之前呢 偶啊喝点酒的话呢 感觉呢 其实会打得越打越猛哈 然后这个蛋蓝色还说 不费王 他可能是觉得呢 他自己的队友不怎么费王哈 现在我们这个兵营啊 跟中国呢 全部偷出身心啊 但是呢 我们这个高科技 对吧 还没有偷哈 这个高科技偷了呢 待会我们回到 那个超时空独自队 这个超时空独自队 还是比较厉害 有些时候呢 这个 打这个游戏哈 有一点那个强迫症 什么强迫症呢 就是偷了兵营 又偷了中国 就是心里面 总是想着 不把这个高科技偷一下呢 总是感觉 不是那么很舒服啊 就是有那个强迫症 对吧 一定要偷到啊 好 我们直接过去呢 既然已经偷到了 就可以把这个蓝色的带走了 好 这部坦克呢 绕上去 准备打掉这个超时空 把这个超时空呢 好像快好了啊 然后飞行兵 打掉绿色的多个人 这部坦克继续绕机 好 把这个大炮一整 再点上这个幻影 我们飞行兵呢 就过去打那个绿色的建筑就可以了 这样子这个蓝色呢 加上绿色都顶不住了 只不过这里呢 这个蓝色好像 还有一些飞行兵啊 我们先站出去的 后面退一下 不着急 好 漂亮 我这个队友呢 过去把那个绿色的地方 基地干掉了 他这样子呢 就相当于报仇了 估计此时时刻 他的心里面 还是蛮高兴的 毕竟一开始呢 这个绿色扣了他两次哈 这个绿色好像还有个建筑 还有个电筑哈 好 我们飞行兵直接跑过去 打掉蓝色的这些航空的 然后这个坦克一冲进去呢 这个蓝色就顶不住了 好 飞行兵打掉多个人 这个时候呢 注意看下方 这个蜀国呢 那个红色 哎呀 这么多坦克直接过来 而且呢 这个红色它是有铁幕 加上核弹的 正好我们超市都好了 直接把他坦克先丢一波 但是他坦克还是进来那些啊 注意看他这个坦克 在这里摆造型 哎呀 这个铁幕撒得比较漂亮哈 打掉我队友的核弹 好 我们拿坦克跟他呢 互相伤害 这个时候注意看 对方这个坦克想冲过来 哎呀 想晃掉我这个超市都转换 好 差一点点 不要慌 注意看 哎呀 围墙一罩 看到没有 这个围墙呢 瞬间啊 打了这个伤害 本身呢 刚刚那个红色呢 有个三星坦克 如果这个围墙呢 没有的话呢 估计这个超市都没了 这个超市还是相当重要的 厉害的大家就可以看到哈 那么这个围墙一放 不知道这个红色 睡不睡 三天三夜睡不着哈 这个红色我们先不管了 还是先把这个蓝色呢 测试底底把他干掉再说哈 好 飞行兵先清理掉他这些部队 然后呢 坦克直接冲进去 把这个蓝色的基地建筑啊 给他干掉就行了 这个超市后呢 我们干脆啊 多造点围墙 这样呢 待会那个红色再过来整个时候 我们这个围墙呢 也是可以发挥作用 好 我们先把这个蓝色带走 待会呢 我们可以把基地啊 拿到上面去到处放矿场采矿哈 目前呢 我们这个闪电风暴好了 我们这个闪电呢 就准备闪下红色的铁幕 其实这个是闪电风暴啊 闪铁幕呢 假如说对方第一时间抢修啊 那个铁幕装置是闪不掉的 但是闪那个超市后呢 它是可以 就是一闪超市后 好 这个我们看一下右下角 红色那个铁幕装置呢 是被闪掉的 红色的 它就是没有第一时间抢修哈 好 我们飞行边先 哎呦 这个是个滑炉啊 我们把这个地盘来先把它清理掉啊 打掉多个能 然后继续输出啊 把这两个大炮一抬 这样子就相当于啊 压缩这个熟的地盘啊 你看我们 拉着基地呢 就到处发展 但是这个追开下方 哎呀啊 这个红色坦克非常多 又冲了进来 感觉我这个队友呢 有点的扛不住了 哎呀 他的基地被整掉了 好 现在我们超市空 准备丢红色的坦克 坦克过来防守一下 这个红色看到我的坦克回来了 赶快呢就后退了 我这个队友呢 其实啊 你看还是有中央啊 还可以造坦克 但目前呢 这个经济还是有流出的 目前我们超市空好了 直接过去了 粉色超市空也好了 也快好了 我们直接给他强行换掉 这个粉色你看 家都不要了 他想跟我来互相伤害打嘛 反正我用两个基地 你看我们直接把他基地中央啊 全部干掉了 看看能不能换掉这个核天桃 就差不多一点点啊 然后呢打到这里 注意看 我这个队友呢 竟然直接自爆了 这什么情况 这个兄弟呢 还有个中央啊 他那个基地呢 刚刚被那个红色打掉了 没了基地呢 就没了视线 他感觉这一局呢 就没得完了 直接自爆 你倒是等一下嘛 像我这个坦克呢 在外面一直换呢 是可以啊 帮他把这个视线摊开了 这个家把他自爆了 那就没办法了 对吧 目前这种情况呢 我们只能一位暗 这个粉色呢 他那个坦克在上面呢 一直牵住啊 粉色刚刚中够呢 已经被我们换掉了 他这个坦克呢 就是他最后的坦克 你看我们这个坦克 瞬间对着他就可以了 然后家里面呢 我们就用这个弹牙手球啊 红色要想过来呢 他必须用那个铁木啊 把我这个弹牙的杀死 对吧 他才能过来 不然他是永远都过不来的哈 或者呢 用那个核弹 但是他那个核弹呢 是吧 他刚刚已经用了哈 没那么快哈 而我们现在坦克呢 已经是来到他们家里面 这个粉色那个坦克 可能是打不过哈 我们直接过去 把粉色最后一个生产的建筑 兵营给他换掉哈 然后呢 站住这个以高打低的位置 把他的坦克消耗掉 这个红色呢 必须过来防守哈 他要是不过了手呢 我们就把那些建筑都给拆完了 他没有红色过来防守了 那我们就先站出去的后退 红色呢 这个时候他那个田木装置呢 已经好了哈 但是我们这个闪电也好了哟 好 我们准备再一次啊 一闪田木 看一下他的肺部给抢修啊 他要是不想修呢 他那个田木装置就 用不了了哈 你看 直接闪掉了哈 他也舍不得用 他本身呢 可以用那个田木保护田木哈 但是他没有保护 现在他那个田木 一旦没了之后 看没有 他的坦克想过来整我啊 但是我们那个桥头啊 有个弹牙 好 他过去想整我呢 我们这个小飞熊啊 就直接冲进去 看没有他家里面 已经是空档档的呀 好 压掉油里啊 把这个核弹给他整掉 然后再拐到里面打掉这个基地 这一波坦克呢 我们就不要了 强行呢 换掉他的核电厂 玩的一声 这样子呢 这个红色呢 应该是没电了哈 然后我们飞行兵先把他下旁那个建筑啊 给他清理掉 你看红色他这个坦克 刚刚应该也是被那个核电厂给炸了一下 他这个坦克现在指的呢 从那个上面过来进攻啊 但是上面 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小一星的小飞熊在上面了 好 飞行兵先把他这个地方给他清理掉 现在呢 我们那个超时光用好了 先把红色的铝带车 哎 把你弄到水里面泡个澡 那么打到这里 粉色基本上呢 已经是没了 就是像那个红色 红色 我们看一下他的坦克数量 他那个坦克都是没有新的 不像我们这个一星小飞熊 像这种一星小飞熊啊 是根本呢 不避怕他那种肥坦克 而且我们这里还有这么多小飞人啊 好 我们小飞熊直接冲过来 来嘛 跟他操作一下 飞行兵在天上疯狂的洗头 这把坦克呢 直接冲过去 好 先吃掉红色的铝带车 再滚进去 这样子呢 这两家直接受不了 点核饭下线 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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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